探龙第七百一十七章 金鱼龙一醒就感觉身体乱晃 他并没意识到发生什么事情 反而先伸了一下胳膊晃动一下脖子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 差点让肖冷秋的心吓得从口中跳出来 毫不犹豫地就从藏身处窜出去 一个闪身就到那九七大蛇的身后 纵身一跃 顺着九七大蛇的身体 就奔了上去 晚幸的是 那九七大蛇此时正专心地对付青泽大风 八个脑袋一起喷出黑烟 瞬间八道黑烟直袭青泽大风 那青泽大风和九七大蛇做了多少年连举 可以说从这里被风雁还没开始 就已经相互争透了 自然知晓这黑烟厉害 一边双翅连衫 企图用狂风将黑烟吹散 一边身体腾空 企图先逃到空中去 九七大蛇无法腾空 只要他一逃到空中 再大的危机也可以化解 所以这青泽大风一见九七大蛇喷出毒烟 立即想先躲到空中 再刺激下铺 可那九七大蛇已经等候他许久了 自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 只见身形忽然一窜 巨大的身躯直接窜起四五米高 八个蛇头猙獰 瞬间扑到了青泽大风的身上 八个蛇头分别咬住青泽大风的各个部位 生生地将青泽大风给拉了下来 那青泽大风顿时惊慌了起来 拼命挣扎 抓抓惠拙 双翅扑了 奈何九七大蛇已经咬住了他 哪里肯放 可九七大蛇这一窜 差点没将正言他身体 往上狂奔的萧冷秋给甩下来 好在萧冷秋眼疾手快 手中蛇行人一甩 瞬间变成一条银链 一下圈住金玉龙的脚脖子 金玉龙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 就被萧冷秋一下套出来 随即用力一拉 就将金玉龙从两个舌头中间拉了出来 笔直地向下掉落 金玉龙刚刚转醒 蒙得一下身形往下坠落 下意识张口惨叫 阿子刚出口 萧冷秋一窜到他的身边 一把拉住金玉龙 随即将他往叶下一掐 顺着九七大蛇那巨大蛇身往下狂冲 这几个动作说起来慢 实际上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金玉龙还在一头懵逼状态之下 萧冷秋已经救下了他 并且迅速地离开 这也就是萧冷秋和金玉龙之间感情深厚 还作另外一个人 他才不会去救呢 这简直是拿自己的生命 再开玩笑 再赌啊 要是九七大蛇不是正在跟金泽大风缠斗 别说金玉龙死定了 萧冷秋冲上去救人的行为 简直等于是自己送肉入口啊 萧冷秋夹着金玉龙窜到远处 才敢停下来 将金玉龙一放 伸手擦了擦自己头上的冷汗 明知道已经脱离危险 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冷颤呢 这才发觉自己几倍上衣衫都湿透了 转头看向纠缠在一起的九七大蛇和青泽大风 萧冷秋一阵阵后怕 刚才那一瞬间 有丝毫的失误 现在兄弟俩的小命只怕就已经丢了 金玉龙这时才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坐起身来 还没说话 一眼就看到那九七大蛇和青泽大风 蹬了一下跳了起来 脱口喊道 卧槽 这什么玩意儿啊 这时那九七大蛇的八个蛇头 死死咬住青泽大风 利用巨大的身躯缠住青泽大风的身躯 正拼命地缩紧 青泽大风翅膀被控制住了 虽然仍旧在拼命挣扎 但已经是于事无补 眼看着两者之间的争斗 就要落下帷幕 真正的洪荒霸主即将产生 小冷秋直勾勾钉着两者纠缠的画面 眼神中闪过担忧之色 他明白 刚才自己之所以能够救下金玉龙 全是因为两个洪荒异种在互相争斗 没有时间顾忌他们 但是眼间这胜负已分 只要青泽大风一死 这九七大蛇再无顾忌 到了那时 别说他们 这整个摇山上的人 可能都要受其荼毒 金玉龙见萧冷秋不理会的 又急忙问了一句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就昏迷了一下 怎么贫困冒出 这两个大家伙呀 小冷秋看了一眼金玉龙 将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 至于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救下金玉龙 却只是一句话带过了 但金玉龙一听就知道了 自己刚才掉下山谷 无巧不巧地摔漏在九七大蛇脑袋之上 差点就成了典型 是萧冷秋冒似救了自己 当下哈哈一笑 伸手一拍萧冷秋的尖头 好 这回算我欠你的啊 那你不用得意 比起之前你和龙爷写的事情来 这只能抵消十分之一 你还欠我九条命呢 萧冷秋翻了个白眼 也没理会的 还是直勾勾看着场中 纠缠在一起的九七大蛇 和青泽大风 这时青泽大风的翅膀 已经完全被缠住 失去了挣扎的脑力 生死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金玉龙这家伙 是纯粹没心没肺 这种场面之下 依旧是一脸开心 见萧冷秋一双眉头皱成穿子 顿时不解地说 一个扁毛畜生 一个变异长虫 他们打架 你抽个什么劲啊 萧冷秋转头看了看 远处的婆娑影风 没有说话 金玉龙就算再傻 也明白他的意思 刚下哈哈笑道 我还以为 其中有一个是你喂养的呢 原来只是担心找我们的麻烦呢 这个简单 看龙也迎个天雷 将它们一起灭了 他当然是吹牛的 别说引什么天雷了 他刚才被赫连乌伤锤了一圈 现在能站起来 都是因为之前赖药老给他打造的身体根基好 可是 金玉龙一句话刚说完 天空忽然就咔嚓一声炸响 瞬间乌云密布 狂风大作 一道道闪电 银蛇乱舞 一声声惊雷 震天彻底 苍穹震怒 乾坤声威 整个摇山都在乌云笼罩之下 瑟瑟发抖 那九届大蛇似乎发觉到惊慌不妙 也顾不上杀死金泽大风了 身躯松开 八个脑袋一扭 就向山谷中钻去 而金泽大风一得脱困 立即双尸一盏 呼地带起一阵狂风 冲天而起 就在这时 又是一声惊雷乍响 苍穹直接被银垫撕裂 一道闪电凌空而下 半空之中 一分为二 小冷秋只感觉眼前一化 两道银垫 已经分别追上 九届大蛇和青泽大风了 下集更精彩